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汽车道点 你看 这是什么 传奇的引爆 对 我一说到这个名字觉得好好笑 因为我有一个同事 西北人 他说这个普通话的时候呢 这个后臂育母是分不清的 所以他说引爆的时候呢 就会说成引爆 作为一个广州人 对不起 实在很难找到机会 可以笑别人的普通话比我差 好吧 我们正式来开始吧 引爆 引爆现在已经正式开始预售了 传奇这回呢 是发布了四款车型 分别是引爆的J10 引爆的J11 引爆的J15 还有引爆的J16 对 J10几 对 这个命名的方式 是不是让你想起了什么呢 还有这一个外形的设计 对了 其实就是 从这个我们的尖几 尖几的这个战斗机上面 去提取的一些灵感 好 说回这个车本身啊 那这一台呢 有个小S的 还有这个瀑布式的格杉呢 这个是J16的 就是顶配的车型 那往下面的10 11 15的车型呢 是另外一套格杉的风格的 还有一些细节上是不一样 不过呢 我是觉得 是一个好看很多 所以这个价钱其实不是差很多啊 入门版本是9万8千8 然后这个顶配是12万8千8 其实也就差三万块 所以我觉得闭上眼睛 选这个顶配就好 好 我们就具体看一下车本身 然后这个设计呢 是非常的有这种战机的风格的 包括前面的这一个大格杉 还有这个头灯 你看头灯里面的细节啊 这两个树状的日间行车灯 都是非常的前面 然后这一些仿碳线的这一个材料呢 是原装的 这不是改装的 虽然这台车是有贴了拉花 但只是上面这些贴纸而已了 如果你是选择了这个顶配的版本呢 是自带这一套东西 还有这个黄色的黑色 非常的好看 我觉得啊 这家4S10有点多此一举啊 因为这个拉花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是掩盖了这台车的一个优点 其实这款引爆 它的侧面的设计是非常好看的 是一个腰线的设计 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呢 还有这个小尾翼是一体的 这里可以看到 后面是一个大溜背的设计 然后是一体化的小尾翼 以前我们说一台车的设计啊 其实最考设计是功利的 但不是一些细节 因为细节你可以做很多很花哨的东西 但是最考功利的 其实是一台车的比例 所以这台车 我觉得从这个设计比例来看 那确实是大师的作品 这个比例非常的协调 非常的有运动感 但是呢 又不会过分有攻击性 相比前面的前脸设计来说呢 其实尾灯这一块会相对的弱一点 哎 不过亮点不是在尾灯 你看到这个尾部一定会被下面吸引的 对 它下面是一个双边四出的排气管 还有一个扰流板的设计 还有这个模仿了很多超跑跟赛车的一个 这应该是后部灯吧 我不是很确定啊 但这一个设计很有运动感 是不是 而且它这个排气管呢 不单是样子货 至少我会确定的是 这台顶配车型 它的排气的声音 是非常的澎湃的 非常有动感的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听一下 好吧 我们去车里面去感受一下吧 好了 来到引爆的车里面 我知道你现在的目光一定是被这些设计 被这些纹理 还有被这些配色给吸引到的 但是我想先说一点别的东西 就是这个座椅的高度 对 可能很多人没有你遇到 这个座椅是非常低的可以调的 这一点我觉得很赞 因为作为一台强调运动的车型 如果光有这些视觉上的东西 但实际上是一台买菜车 一台家轿的话 能说不过去的 但至少这台车动力很强 这个待会再说吧 但这个座椅 他们的工程师把它设计的 可以调的很低 这点我觉得是非常赞的 然后它的方向盘也没有很简单的 把传奇别的轿车型的方向盘拿过来 这个是专门为这台车开发的 非常的漂亮 因为上面会有一些金属的面板 虽然这个就会有点指纹留在上面 但是无论是这个触感还是视觉上面 哇 非常漂亮 这个是真的金属来的 你摸上去是凉凉的 而且这里看到没有 这里有个排气管的按键 对 这台车的排气声音是可以调的 就是我刚才后面说的那个 然后同时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它有一套L2级别的一些功能在这里 摄像头在这里前面 所以那些像什么ACC的主动根车 预防碰撞 吃到保持 这类东西都是有的 好了 那当然除了这些表面上的东西 作为一台这个运动取向的车型 它的动力一定是不能弱的 对 这台车型呢 之前在车展的时候 我们是以为它会上2.0T的版本 但目前 至少目前传奇发布的四款车型 都是用了1.5T的发动机 但这个发动机也是很厉害的 对 它的马力是177 对 1.5T 177马力 这个组合听起来是不是很像 思域 对了 很明显我觉得传奇就是对标的思域 来开发这台车的 但是呢 它配的是一个 7前速的四四双铃盒 所以它整一个加速的表现呢 其实比思域更猛一点的 官方给出来的0到100的加速时间 是6.95秒 那已经是相当的快了 而且我觉得它们肯定是留有一手的 因为在传奇的这个巨浪动力的 发动机阵列当中是有一个2.0T的机器的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往后这台车 一定会出一个2.0T的版本 去对标领克那边的03加的 好了 我们说回这个内饰啊 前面这里呢 是一个iPhone26 不是 是一个大连屏的设计 对 前面这一块是仪表板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中央的 这个多媒体的触控屏 这一个其实很多传奇的车型都有了 这就不说了 然后呢 这些设计呢 都是很有讲究的啊 现在很多的车型为了突出它的科技感啊 都会把全部的控制功能都集合在这个屏幕里面 用触控来完成 但是如果你是作为一台强调驾驶的车型呢 那一定得保留最常用功能的这个实体按键的 因为你在专心开车的时候 尤其是你要开得很猛的时候 是不可能有精神去分神在屏幕上面操作的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就工程师在开发这台车的时候 都是真的把它当成一台运动车型来开发 而不是样子火而已啦 对 那当然一些小细节也是值得肯定的 包括这个5000充电面板啊 然后下面有很充足的这个空间啊 然后座椅的 你看这个黄色的配色 还有这些小细节这个居质的纹理都做得很到位 然后这个黄色的安全带我很喜欢的 对 一套的 跟这些缝线啊什么的是一套的 非常的抢眼啊 好了 我的身高是1米8八 然后前面刚刚才按照我的身高调好坐姿了 后面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一拳左右的这个腿部西部的空间 其实还可以的 因为这台车啊 它的车长是4米7 然后轴距呢是2736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这个尺寸其实呢 要比思域稍微大那么一点点的 大概几厘米左右 所以这台车它在空间方面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横向空间呢也是比较宽的 地台有一点点凸起 但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正常的使用 因为这一块 你看 这一块留的空间足够大 所以你从这边挪过去那边 这边也是很方便的 然后后面呢有空调的出风口啦 这个扶手也是够大的 挺好 然后呢因为这台车用的是一个大溜背的设计嘛 所以按道理来说呢 头部空间会有一点低声 但是设计师呢 很聪明的在这里偷了点空间 对这个天花板的位置这里是偷很薄的 所以大家看我1米8的身高坐在后面的话呢 是可以直起来 直起来坐的 那当然我直起来的时候 其实头顶是刚好碰到这个车顶啊 但是毕竟不是很多人有我这种比较极章的身高嘛 所以这个后排还是很实用的 作为一台运动取向的轿车来说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后排已经是可以了很可以了 这台引爆在出了预售价之后呢 其实我们后台也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说想了解一下它 对我看了实车之后就能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的关心它了 你看价钱首先不是很贵 现在最高的这个配置是12万8千吧 而且还是预售价啊 那按照一般的惯例 真正推出的时候 至少你得便宜一个三千吧 是不是 就是可能还有更多 然后呢动力1.5T的 177T的动力足够强了 百公里加速也足够快了 然后关键是它这个设计这个样子 还有它的空间有配置 哇各方面都非常的吸引 好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 看一下到时它上市之后的实际价格是怎么样的 然后呢 啊 偷偷告诉大家 其实我也正在约它的试驾车 然后到时候我会把这台车拿出来真正的开一下 告诉大家它实际上开起来的表现 是不是跟它数据上看起来的那么的吸引 好吧今天先到这里 我是陈主电 我们下回再见拜拜